啊 现在咱们坐到了图昂的第二排空间 因为图昂这个车相当大 并且它是一个七座的车型 所以它的空间表现 一定不能让我们说 如果说它空间没有差的话 那它七座的车的话 后面第三排坐着 肯定会比较难受 咱们就先来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座椅吧 座椅的同样也是这种 打孔的皮质 不过它这个不是一种环抱式的 支撑性可以 但是说事情就没有环抱性的 坐着那么舒服 空间非常大 你看它这中间这个位置都还比较宽敞 它这个地台也是有一点点凸起 不过也还好能接受 坐在中间不会难受 第二排的空间是相当充裕的 看我腿部 然后头顶的话也是相当的高 就不用说了 这里也是它有这种触控板 可以在这里控制空调 就是空中出风口下方有充电的地方 后排空间的话现在是它放下去了 看不到 然后这里有一个 前景的大天窗 坐在后面整体感觉还是非常宽敞的 作为一个商务车 家用车来说的话 给我的感觉都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后排这些地方也是有这种装饰面板的 这些都是皮质包裹的 放在这里 单一躺 整体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 去 啊 是 感谢观看